哦妈妈 你突然讲到说 怎么现在吃到肉会呕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原来是吃素的吗 没有没有出事啊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吃到肉会呕吐 这些汤以后是你儿子的这些 那吃习惯了 不喜欢油嫩嫩的啊 那吃好是享受 吃这个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长寿啊 吃这个虽然是长寿 你刚刚说了一句台湾话是什么 吃好是央食吃 吃饭是断食 哈哈哈哈 所以你现在吃肉都都会不舒服 吃鸡肉不会就是我不会 我最近是不想吃吃肉 不想吃了 不想吃肉了 那你这样是多久的时间会变成这样啊 我就是最近而已 你最近是半年来 半年来 半年 吃了半年的这个你女儿做的这些东西 对 以后就感觉上吃肉不舒服了 吃肉会想吐吐啊 哦 啊就是吃这些吃的习惯 觉得这个是一种享受啊 哦真的 它没有油没有没有高高 什么高 高温 高温 高温啊 那那你女儿在这做这个烹饪教室很少煮肉的东西吗 有啊 它也可以煮但是它很少煮 哦 可以 跟鱼肉都可以煮啊 它一个机器一吃三样嘛 嗯哼 像上 人家上班了人下班了 回来把它弄一弄 下去纸啊去洗个澡出来就可以吃饭了 哦这样 对 真是这样的 所以你有了这台机器以后你就比较少吃肉 对啊 啊 比如说不喝咖啡是其他的就就我的老人班都退掉了 不喝咖啡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前有喝咖啡吗 咖啡喝很多一天喝五杯 哦哈哈哈 那现在比较少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咖啡量降低了 对差不多两年前 哦 因为有心悸 哦 是你自己想到说不要少喝点咖啡还是医生跟你说的 医生叫我不要 哦 哦 所以你喝了以后 这个老人班有没有这里 嗯嗯 十年前就没有变大就减少掉 哦 所以也许是因为你没有吃咖啡喝的少就变得 也是喝咖啡喝的少 啊啊就是吃清淡一点 哦吃清淡一点 嗯 我以前胖 胖到六十几公斤 那前一阵子吃这个再苗条到四十 五十二公斤 少这么多啊 对少了十 才半年耶 对 哦 半年就少了十十 十二公斤吧 哦 啊最近又有恢复一点 哦这样那你觉得精神上怎么样 啊其实很好啊 嗯 是是 我每天都很觉得我很快乐 你是说你女儿开了这个店以后你觉得很快乐 还是本来就觉得很快乐 那些他他也有很老的客户变成姐妹 他都常常来这边他就可以有很多朋友 哦 哦 所以 像你今天有就是我们乔义了也是开生自己 你就是以后都变成一个好朋友 是是是哎太好了 太好了 请问你你有宗教信仰吗 嗯 怎么讲 你是佛教徒吗 还是 哦以前是佛教徒 那现在没有 哦现在没有 哦这样 你呢 我是佛教徒 哎 对 对我在想 好的 吃素的半天都是佛教徒 对吃素的大概都是佛教徒 我以前是佛教徒 但是最近是身体不好 比较少经历你 你是说身体比较不好 所以所以就变成不是佛教徒啊 这什么意思 就少是一走动 哦 那还是嘛 啊 只要有信仰就是了 哎 所以还是佛教徒 OK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